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在菜市场买了一些鲜鲜的海虾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水煮海虾 怎么样盘大的肉质煮的鲜美多汁 我们先把这个海虾处理一下 我们先清洗海虾 洗的时候注意不要被它的头刺到 头上有个尖尖的刺 挑出杂质 反复清洗几次 沥干水分 我们来辨别一下 怎样的海虾它是鲜鲜的海虾呢 首先它的头和身体部分是连着的 就是这根膜它没有断裂 还有一个特点的话 就是它的眼珠子是饱满骨泡的 朋友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不鲜鲜的海虾的眼珠子 就会起褶子 那种冷冻过的海虾它的眼皮 它这个眼珠子 就会有很多的褶子 凹陷啊各种问题的啊 我们这种鲜鲜的就不会 看一下 这些海虾都是非常鲜鲜 没有冷冻过的 看一下它的眼珠子 眼珠子是饱满骨泡的 这也是挑海虾的一个小技巧 我们再来找试一下 从虾头往后面数 它的尾巴这边数的第二个关节 中间这里 就是这个白色的部位 一二三第三个地方 我们牙签这样窗进去 然后一拉 它的虾线完整的就出来了 前提是这个虾是鲜鲜的虾 它的虾线就非常容易去除 取好虾线的虾我们再次清洗一遍 沥水备用 现在我们来切点姜 开始煮虾了 揉一锅水 加住姜片 倒入适量料酒 观察锅里面 锅底起密集的小泡泡 下入虾 盖上锅盖 水开了就可以了 水已经开了 我们快速把虾捞出 朋友们鲜嫩的海虾已经煮好了 我们来剥一只看一下 看一下肉质 鲜嫩Q弹 这种就很鲜鲜 又很嫩 好吃 朋友们这个虾已经煮好了 我们来尝一下虾的味道 鲜嫩 鲜嫩多汁里面都是虾的汁水 特别的鲜嫩 蘸一下酱油醋 一口一汁特别好吃 回味好甜 肉质有点半透明的状态 有点像果冻的那种感觉 一看就是肉质特别鲜 QQ弹弹的 它的肉质完全透亮 带点粉红粉红的颜色 肉眼可见的鲜美 只要按照我的过程来 你也能煮出这么鲜嫩的虾来 看一下 这肉质 爽滑的口感里面带着满满的汁水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试着做给家人吃 真的很美味又简单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关注的话 麻烦按赞订阅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阿慧 感谢你的观看 这个肉质太Q弹了 这个肉质太Q弹了 好满足啊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好满足 好满足 好满足